同桌一百,同桌一百,主题考试一百,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主讲申老师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吧 好,同学们,上课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前座 同学们,今天呢,老师带给大家一首诗歌 它是我国著名诗人爱青的《我爱这土地》 跟老师一起读好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的吹瓜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寒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你们喜欢这段诗歌吗 喜欢 那从这首诗中 你能感受到作者怎样的情感 来,依菲 作者热爱祖国,热爱这片土地的情感 说得真好 你感受到了 是啊 这首诗歌呀 深刻的表达了作者 诗人 爱卿 热爱祖国的那份情感 说到爱国 这是耿古不变的话题 那么今天呢 让我们首先走进 古诗三首 来开始这一单元的学习 来一起读课题 预备 行 古诗三首 好 同学们 我们看 古诗三首呢 分别是由 诗儿 提灵安底 和 几亥杂湿 组成的 我们今天这节课呢 首先学习 诗儿 同学们 大家看 这幅图画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一间简陋的茅草屋里 烛光闪烁 忽明忽暗 床上躺着一位头发苍白 奄奄一息的老人 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于是就把儿子叫到床前 用微弱的语气交代遗嘱 这位老人呢 就是我国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 陆游 那么陆游 他生于1125年 死于1210年 是我国南宋著名的诗人 他自误官 好放翁 是越州山音人 也就是今天的浙江韶姓人 他始终坚持抗金 在仕途之路上啊 因为他是主张抗战派的 所以不断的受到当权派的这个排斥和打击 但是这都没有影响他热爱祖国 全身心的致力于抗金这个队伍中的 那么因为他带兵打仗 所以呢 他的军事生活丰富了他的文学内容 他的作品中啊 吐露出跟其他诗人不一样的光芒 所以呢 陆游成为那个时代非常杰出的爱国诗人 那他的遗嘱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首古诗 诗儿 同学们通过刚才老师的介绍 大家知道陆游是一位爱国诗人 那他临终的遗嘱交代了哪些内容呢 同学们可以猜一猜 他或许会交代什么呢 他马上要死了 这时候他给他的儿女会交代什么呢 想象一下 来可阳请你来说 他会交代他的儿女也要像他一样爱国 嗯有可能你说得真好 是啊 他要让儿女像他一样做一个爱国之事 还有吗 来你说一行 他可能会交代他的儿女跟他一样精忠报国 哦跟他一样精忠报国 说得真好 同学们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打开课本 翻到课本的四十八页 我们一起去了解陆游生前的遗嘱到底是什么内容 谁来读一下 第一首古诗 看一看他的遗嘱是什么 来 一飞请你来 老师要为你点赞 你读的声音红亮 而且流利 看来呀 课前你的玉席做得很好 请坐孩子 同学们 同学们我们看在这首诗中呢 有一个声字 他把这个子音读得很准确 那就是奶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字 预备起 再读 好 那现在生字的障碍已经消除 我们一起来读读这首诗吧 试儿送路由 预备 起 试儿送路由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元日 家继无望告乃翁 真棒 你们都读得很流利 那好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课要求我们会写的声字 大家看 这个声字读 记对 记 记是记点 上记 记四的记 就是给死去的人呢 或者是古时候那些人比较迷信 给那些神灵 他们认为世间有神灵 所进行的 拜祝的这样的活动 就叫做记四 明白吗 来我们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它是上下结构 是字底 注意 是字底啊 当它在下面 它就是表示的是 当这个是字底 用在字的左边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单步一 也就是那个是字旁 明白了吗 孩子们 明白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 左上角是西阳的西 多一点 然后右上角呢 是横折 那 看清楚这个字了吗 那好 现在请你伸出手 把这个字 疏空一遍吧 西北写得真认真 好 来读读他的词 记记 一拜 起 记记记点 上记记四 好 再来读一遍 记记 声音要红亮 一拜 起 记记记点 上记记四 好 那接着我们看 刚才大家说到的这个奶这个字 这个字就两笔 第一笔是横折折折勾 第二笔是撇 奶式的奶 好 伸出手 自己把它说空一遍吧 好了 同学们 把生字词的障碍扫除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学习这首古诗 我们看 学习古诗的第一步 是了解诗人 知道诗人是谁 那第二步呢 就是解诗题了 就是先来看诗的题目 我们看 诗的题目是两个字 什么 诗儿 那诗儿是什么意思呢 你课前在预习的时候 有没有了解诗儿是什么意思 大胆的猜一猜 来 你来说一分 给他的儿子看 对 诗儿啊 就是给儿子看的意思 那他给儿子看什么呢 在理解了诗的题目之后 我们继续来学习这首诗 首先呢 我们还要读诗句 注意看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 也就是说每一行有七个字 我们这样停顿 二二三的停顿 会帮助我们 在读准诗句的情况下呢 读的更有节奏感和韵律感 来试一试吧 孩子们 试儿路由 试儿路由 死去原知 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氏北定中原日 家寄无望 告乃翁 诶 你看 你注意了停顿之后啊 这首诗就赋予 节奏感和韵律感了 因为古诗啊 在古代 他就是能够吟诵的歌 所以他本身就有节奏感和韵律感 好了 同学们 那接下来呀 我们就开始了解诗的意思 大家回忆一下 学习古诗啊 在我们前边的四个年级 每一年级都有 那 学习古诗了解他诗译的基本方法有什么 你还记得吗 怎么去理解每一句诗的意思呢 想一想 回忆一下 我们首先要看课本上的什么 对 要看课本上的注释 那看了注释之后呢 有插图我们还要怎么样啊 参考图画 也就是借助插图来理解 同时啊 同学们 我们还要联系 诗人当时写作的时代背景 做好了前边几步 我们就可以一句一句的逐句理解故事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来 读一读吧 一 借助注释 预备 明白吗 一会儿我们再来交流 共同来探讨 总结 好 开始吧 孩子们 好 同学们 刚才呀 老师看大家 看得很认真 有时候 明媚思考 有的时候呢 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我想啊 你们一定都读懂了诗句 来 我们来交流一下吧 首先我们看前两行 死去缘之万是空 但卑不见九周同 我们先看 这些关键词句的意思 首先我们看 缘 缘 他在古时候呢 同这个缘来的缘 是一个通甲字 他的意思呢 是什么 本来 本来 对 那但的意思是 只 万是空 万是空是说 什么也没有了 九周指的是 旧时的中国 分为九周 那九周同呢 意思就是 全国统一 全国统一 这个同也指的是统一 那理解了这些关键词的意思 谁能说一说 死去缘之万是空 但卑不见 九周同 用你自己的话来说 是什么呢 死去了 才知道什么呢 刚才你想的 说出来就行了 来 宇恒 你来试试 死去之后 本来就知道 什么都没有了 但让我悲伤的是 没有见到 我们中国被统一 哦 是啊 他说的意思 差不多 就是说 我本来就知道 什么呀 人 一旦死去 就怎么样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诶 宇恒 你只需要把你的 顺序稍微调整一下 就对了 就对了孩子 你看 死去缘之万是空 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我 说 我本来就知道 人一死 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是 我还是 怎么样啊 为什么事儿 而感到悲伤呢 谁来把这句诗的意思 再读给大家听 来 西北 你来 我本来就知道 人一死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只是 不能看见 祖国的统一 而感到悲伤 读得真准确 是啊 这就是前两行诗的意思 作者明明知道 死了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是呢 他还在挂念着什么事儿啊 九周同 好 我们接着看 下面两行 王诗北定 中元日 家寄无望 告乃翁 王诗指的是什么 什么 对 对 就是南宋的军队 北定是什么意思 将北方平定 嗯 将北方平定 那中原呢 是不是指的我们现在 的中原 差不多 指的就是淮河一北 被金兵占领的地区 那家寄是什么意思 寄室是祖宫 乃 你的 翁在这里指的是父亲 那好了 现在你说说这两句诗的意思 用你自己的话说一说吧 谁来说一说 试一试 你看 重点词句都已经解释出来了 请你把它串一串 就可以了呀 来 赵一飞同学 你来试一试 在南宋军队等到将北方平定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忘记回来 在什么时候呢 在祭祀祖宗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告诉你的父亲 把什么告诉你的父亲呢 把 这个好消息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的父亲 那这个好消息就是王师北定中原日 是啊 同学们 你看 路由交代他的儿女 带到宋朝军队收复中原的日子 也就是等到我们南宋的军队 北定 把北方平定 收复中原的那一天 你们千万不要忘了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 告诉你们的父亲 来一起读读这句诗的意思吧 带到宋朝军队 预备 带到宋朝军队收复中原的日子 嘉祭时 可别忘了把好消息告诉你们的父亲 好 同学们 你们看 刚才呀 我们通过接住注释 联系时代背景 接住图画 逐句理解了这首诗的意思 那现在我们把这四行诗的意思连起来 一起来说一说 我本来就知道 开始 我本来就知道 人意思叫什么都不知道了 只是不能看见祖国的统一 而感到悲伤 带到宋朝军队收复中原的日子 嘉祭时 可别忘了把好消息告诉你们的父亲 好 同学们 通过刚才的理解呀 我们知道了诗句的意思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了这个环节是什么 悟诗情 同学们 通过刚才的朗读和理解 我想问一问 你们有没有明白 这首诗它是紧紧的围绕着一个字来写的 那现在呢 请大家再静静的读一读这首诗 看一看是围绕着哪个字来写的 好 一飞你来说说 这首诗是紧紧围绕着背这一个字来写的 说的真对 好 同学们 看来你理解了这首诗 是啊 这首诗啊 就是围绕着一个字 背来写的 那作者背的是什么呢 背的是他没有挣很多钱 背的是他马上要死了 背的是什么呢 你来说一飞 背的是他死之前没有知道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宋朝的军队把全国统一 对 说的真好 他背的是临终前 看不到祖国的统一 看不到王师北定中原 那么就让我们带着这种情感 来读一读诗句的前两行 死去元之万事空 但背不见九州统 是啊 同学们 你们看 作者满怀悲伤说 死去元之万事空 但背不见九州统 你怎么理解这个万事空 那就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都不知道了 是啊 刚才我们在逐句理解诗句的意思 知道万事空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既然什么都不知道了 作者却仍然悲伤 他悲伤的是什么呢 悲伤的就是不见什么呀 九州统 作者他不能做到万事空的原因也是 但背不见九州统 那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让作者这么悲伤 这么念念不忘呢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当时啊路由他生活在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那段时间 当时战争不乱 江山呢支离破碎 百姓受苦深重 那么路由呢 他一生都是以他的诗文为武器 反复的向国君 也就是宋朝的皇帝 呼吁要全国统一 要整顿朝纲 要减轻税负 要发愤图强 而且呢 他的这种理念 一直遭受到当时的当权派的这个主义和忏悔 很多的这个贪官污吏 就诬告路由 也导致他多次被贬 所以啊 在这种情况下 路由他就感觉报国无门 你看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江沃孤村不自哀 上司为国树轮台 夜兰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你看 这首诗是他在六十五岁的时候写下的 同学们想一想 你的爷爷奶奶估计现在就是六十多岁 那六十多岁的老人呢 本来该安享晚年 可是呢 路由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 就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寒业 他支撑着衰老的身体 躺在冰凉的被子里写下了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诗片 诗句中的江和孤写出了他的凄凉 这种心情怎么一个杯子了得呢 好 让我们一起来读他写的这首诗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预备起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颂陆游 江沃孤村不自哀 上司为国树轮台 夜来我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是啊 他六十五岁的时候写下了那首诗 等到南宋末年 他已经八十五岁了 可是还看不到国君北定中原 所以啊 当他八十五岁重病在床 生命垂危的时候 他再次提笔为儿女写下了这样的临终嘱咐 我们一起来读 死去原知 预备 请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杯不见九州同 同学们 那透过这个杯子 你看到了什么 想象一下 你看到了什么 你来说雨衡 看到了他 看不到 中国被统一的伤心 对 看到了伤心 看到了他的愤恨 看到了他的 期盼 那同学们 如果你想一想 你当时在沦陷区 就是在中原被金兵占领的那一段 就是那一片土地上 你是亡国奴 那你仿佛能看到什么 又能听到什么呢 想象一下 如果你生活在北宋末年南宋初期 你在沦陷区 你的家乡 你的家园 你的故土被金兵占领 你在金兵的铁梯下过着 民不聊生的生活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你又会想什么 你的家园被金兵占领了 你会看到什么 你出门会看到什么 孩子们 你来说一分 可以 仿佛可以看到 一大群殿兵在街上巡逻 在巡逻 看见宋人就会怎么样啊 拳打 脚踢 是不是 那这时候你想什么呢 你来说 那些统治者有能力拯救我们 但他为什么要去吃饿玩了 而让我们在这里变 而让我们的国家变得生灵涂炭呢 是啊 你在盼着 你在想着 自己南宋的皇帝国君来 拯救你们 是不是 是啊 那么这时候 就像刚才宇恒同学问的那样 那些统治者们在干什么呢 你们看 这就是他们在逃亡之后 到了杭州建立了南宋都城之后 他们做的事情 一起来读一读 山外青山 预备 起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修 暖风兵得游人醉 只把杭州做变州 同学们 我们虽然没有理解这首诗 但是通过这个朗读 你就能猜出来 那些统治者们在杭州 也就是说 在当时的林安 他们在干什么 你看 西湖歌舞几时修 他们在那干什么 来 可阳你说说 唱歌跳舞 是啊 他们在那里唱歌跳舞 在那里看唱歌 看跳舞 那读到这里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自己的家园都被金兵占领了 自己逃难逃到了杭州 却不思回去收复师弟 在这里呢 听歌看舞 你看到这样的统治者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你来说一飞 会是愤怒的心情 感觉他们不务正业 是的 同学们 你看 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就是路由这位杰出的爱国诗人的心情啊 同学们 他的生命即将结束 可是始终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 而当时的统治者呢 却每天只想着饮酒作乐 那诗人怎么不满怀的悲伤 怎么不满怀的悲痛 又怎么不悲愤交加呢 那就让我们带着这种愤怒 再来读这句诗 预备 起 但悲不见 旧中通 是啊 所以在1210年的除夕 85岁高龄的路由 躺在床上 以奄奄一息 他对他的儿子说 死去源至万事空 但悲不见 九州通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都不放下这件事 因此他告诉儿子 王师北定 中元日 家寄无望 共乃乌 同学们 我们看 从这首诗中 我们能看出 诗人毕生的心事 和无限的希望 都是 王师 北定 中元日 这一句诗 表达了他 渴望收复世帝 统一祖国的那种 强烈的 爱国热情 路由去了 他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 儿子们也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了 一切的一切都伴随着路由 长眠于地下 唯独留下一腔遗恨和满怀悲意的 世儿 让我们带着情感 再来读这首诗 世儿 预备 起 世儿 不由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通 王师北定 中元日 家寄无望 高耐功 老师从你们的朗读声中 听出了你们和路由一样的 悲愤 悲痛 那么课下呢 请大家把这首诗背诵并默写下来 好 同学们 那 这首诗我们学习完了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看 课后有一个小练习 首先第一 比一比再组词 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 可以组词 那第二个 可以组词 那第二组的第一个 奶 奶组词 那这个 奶 牛奶 对 第三组这个读什么 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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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对吧 那下面的这个呢 地 什么地 快地 快地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题 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谁来把它填一填 看看这首诗你掌握住了吗 来 依妃请你来 诗儿的作者是宋朝的路由 诗儿的意思是给儿子看 对 这首诗中 作者因为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而悲伤 那用诗句的意思来说就是什么呢 没有看到什么呢 他背不见九州头 对 因为九州不同而悲 那表达了作者 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情感 表达了作者悲伤和愤恨的感情 对 他期盼祖国统一的感情 是吧 好 请坐 那接着我们看第二个小题 谁来说一说 九州在诗中指的是什么 来 依妃 请你来 九州在诗中指的是九个州 对 也就是旧时的 中国 那奶翁是指 奶翁是指你们的父亲 对 请坐 那么第三 在这首诗中能看出作者怎样的情怀 来 西辈你来说 能看出作者热爱祖国的 对爱国的情怀 好 那么第四作者希望王师怎么样啊 你来说 宇恒 作者希望王师北定中原 对 收复师弟 说得真好 那么诗中啊 临终前诗人的遗憾 用原句回答就是什么 我们一起说 但悲不见九州同 那诗人的遗愿是什么呢 王师北定中原日 是啊 他希望看到王师北定中原 那么诗中最能表达诗人爱国情感的就是这一句了 我们一起再来读 预备 起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际无望 告乃翁 好 同学们 这节课呀 我们学习了诗儿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诗人路由的爱国情感 老师希望这份爱国情感呢 也能常住在你们心间 好了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再见 好嗎?